最近几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作为21世纪的打工人,我们对于生活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很少有人会借贷消费,但现在提前消费的生活让大多数人都背负了债务, 每个月都需要按时还贷。 这年头身上没有一点贷款的人,要么是还没有成年无法进行贷款, 要么是家庭条件过于优渥,不需要去进行借贷, 大多数普通人想要在城市中生活,都需要贷款买车买房, 然后在负债中生活大半辈子,甚至一生。 那么,作为一个背负有贷款的普通打工人, 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应该如何打理才能让自己越来越有钱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你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1.财务管理方法 哈佛埃克在他的书《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中提到, 有钱人很会管理他们的钱,穷人很会搞丢他们的钱。 这里的有钱人与穷人是指思维上而不是金钱上, 并没有褒贬之意。 作者哈佛埃克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名的金钱管理系统, 叫做六个账户或是六个罐子的理财系统, 即当你的工资打到你的卡上时, 把你的工资依不同比例分成六个部分。 1.财务自由账户10%, 这是你去赚取被动收入的账户, 每个月固定拨10%进到这个账户。 当有好的投资或是事业能让你赚到被动收入时, 才可以动用这个账户的钱。 2.账户 教育账户10% 这部分钱是用来投资自己的, 用来买书,买优质的课程。 下班后有能力充实自己, 持续保持职场竞争力。 3.账户生活必须账户55%, 每个月必须把你的生活必须花费控制在55%以内。 这个账户是用来支付你必要的11住行费用, 比如房租或者房贷、 水电天然气费、交通费、保险费等。 也就是说,为了活下去, 所要花的钱都在这55%里。 4.账户玩乐账户10% 这个账户的钱是要让你尽情享乐用, 适利的原因是为了让你有保持理财的动力。 我们赚钱是为了将来能够有好的生活没错, 不过无止尽的牺牲短期快乐只会让我们愈走愈慢, 最后停了下来。 所以这个账户就是要我们毫无压力地享用金钱, 而且这账户的钱每个月都要花光, 最多不能积累超过三个月。 5.账户支出用长期储蓄账户10% 这个账户我也把它称为令人期待的储蓄账户。 用于你非常期待的事情, 例如安排出国旅游, 买一辆新车, 一个名牌包包等。 只要是需要储蓄一阵子才能实现的东西, 就要通过这个账户购买。 但每次只能从令你期待的物品清单中选择一样, 想要先购买的物品。 如果你想要提前还清贷款, 也可以由这里来支付。 6.账户给予账户5% 这个账户是帮助别人的账户。 只要是能帮助人, 而且自己感到满足的事情都是用。 比如,你可以用里面的钱买礼物送给别人, 或是在外面遇到有人需要帮助可以出手解救, 也可以用于慈善捐献。 哈佛爱克曾经在课堂上说, 这是全世界最简单、最容易、 也最有效的理财方式。 从现在开始学起来吧, 因为你管理金钱的习惯, 比你拥有的钱财数目还重要。 2.培养记账习惯 个人记账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的一项必备技能, 它能让我们彻底掌控自己的经济状况, 尤其对于大学生和刚工作年数不久的人来说。 学会记账能让你最大程度地远离月光族的窘迫, 但很多人会觉得记账是一件很繁琐、 很复杂的事情, 甚至不少尝试过的人最终都放弃了,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清楚记账的本质和流程, 而是处在一种被记账APP牵着鼻子走的状态下。 记账的最大目的是通过追踪前花到哪儿去了, 来观察自己的消费习惯, 对自己的支出进行监督, 防止月光。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收支混乱的原因之一就是支付工具太多了, 信用卡、工资卡、房贷卡、花贝、微信支付等等, 也没有记账的习惯, 经常不知道到底一个月用了多少钱具体用在哪里的。 所以当你有了六个账户的概念, 首先第一步就需要先整理一下你的各种支付卡, 把这些卡按照以上的六个账户进行分类, 每个月把钱按比例转入不同的卡里, 使用时选择相应的卡支付即可, 所有不同种类的花费一目了然。 3. 开源节流 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 开源节流是非常重要的增收方式, 开源可以通过认真工作提升自我, 从而提高工资奖金, 可以通过做兼职来扩展收入渠道, 例如上下班途中开顺风车, 赚点外快, 写文章, 做主播等, 但兼职最好是能跟自己的兴趣爱好相结合, 这样自己做得开心更有动力, 说不一定最后赚的钱比上班还要高。 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这样的真实案例, 其次就是存款利息, 房租, 股票基金等资金性收入, 但这些都需要你有一定的资产, 所以需要慢慢地积累, 才能提高这部分的资金收入。 节流就是控制支出, 关于怎么省钱的方法实在太多了, 但有一点是建议不要为了省钱浪费太多时间或者精力, 有时候把时间用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或者提升自己上, 比省那点钱更划算。 例如, 你为了一个考试自己在网上辛辛苦苦找资料, 结果浪费了很多时间还没考过, 但如果在网上花了点钱买一个全套资料, 说不一定一次就能通过, 省下的时间就可以用来做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 四, 买适合自己的保险。 不管你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每个人都至少有一根保险绳, 不同的只是风险是由保险公司承担, 还是由爱你的家人来承担。 一个没有保险保障的家庭或个人, 就像大型超市、火锅店, 不配备灭火设备一样, 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经常能在新闻中看到有人患了重病, 治疗费动辄就要数十万, 很多人无力负担, 因病反贫的案例屡见不鲜。 疾病意外这种大的风险, 对任何一个普通百姓家庭而言, 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而如果你提前配置了保险, 在经济上可以帮你减轻不少压力, 买保险本质上就是用少量可承受的钱, 也就是我们付出的保费, 转移极端条件下自己无法承受的损失。 人这一生会面临不同的机遇与风险,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何利用保险这个金融工具 来做好自己的人生风险规划呢? 首先,你需要思考这三个问题, 你的预算有多少? 你需要保障什么风险? 为了保障风险, 你需要配置怎样的保险产品? 清楚了这三个问题, 你就大概率不会买错产品了。 保险种类非常多,也很复杂, 如果不清楚目的, 就盲目地购买, 反而容易买错。 损失钱是一方面, 如果真遇到风险, 保险却不赔, 或只能赔付很少的一笔钱, 那对你的影响就更大了。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购买适合自己的保险。 五,确定财务目标。 在我们的人生目标中, 自然少不了财务目标。 甚至可以说, 我们的财务目标和我们的人生目标是相互呼应的。 有目标才有前进的动力, 挣钱也是这样。 要有一个挣钱的目标, 你要知道自己这么努力挣钱是为了什么。 这个目标可以是近期的小目标, 也可以是长远的大目标。 只有一个人有了目标, 每一天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人生的方向要往哪里走, 钱应该花在哪里。 财务目标越具体越好, 像要实现财务自由这样的财务目标太过于空洞, 并且到底拥有多少钱才算实现了财务自由。 每个人的定义也都不一样, 所以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 具体的财务目标应该是每年存8000块钱用于旅游, 存30万用于买车, 每年存1万用于以后养老等等。 然后再分解下来, 每个月应该存多少在不同的账户里面。 关于不同账户之间的比例可以稍作调整, 不一定完全按照6个账户的比例来, 因为人生不同阶段的财务目标有所侧重, 但还是要尽量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 六, 开设一个养老专用账户。 养老是每个人都会考虑到的问题, 等我们上了年纪之后, 抗风险能力降低, 收入也降低, 我们应该依靠什么手段来度过一个安稳的晚年生活呢? 那就是提前存一笔养老金。 很多人可能会说, 我有养老保险, 为什么还要自己单独建立一个养老账户? 因为由于通货膨胀, 老年人寿命延长, 年轻人的减少, 国家的养老金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社保中的养老保险不足以支持 未来养老的基本生活水平。 这就需要个人自己提前储存一部分养老金, 并且越早建立养老金账户, 越能享受复利收益, 也有助于实现提前退休的目标。 从现在起, 每个月都往养老金账户里存点钱进去, 积少成多。 作为自己以后老年生活的第二储备金, 这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你还有什么好的普通人工资管理方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这里是对签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